这次事件几天的时间里也演变成了一个全国乃至全球性的事件 因为在当天的晚上我那条视频发布之后 各大的校长就下令放纽约警察进入校园 抓走了108名各大学生 大家好我是大树 正如前面这位留学生所言 短短的几天 这场大学生围绕加沙战争引发的运动 已在全美各大名校爆发 而如今抗议却出现了各种乱象 对于拜登的说法 很多人表示不买账 他们觉得撑巴不等于反右 而之前美国又通过了一项950亿美元的外援法案 向乌克兰 以色列 台湾 进行军援 同时 这项法案也将对加沙民众实施人道主义救援 所以这一系列操作 有人就认为 美国是在搞双标 一方面军援 一方面有人道主义 这非常矛盾 如果大家没有忘记的话 可能还记得 是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了突袭在线 后来啊 这群人又混在加沙民众里 害惨了加沙人 而哥大的 亲巴学生 在校内抗议 他们不但反对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 同时啊 抗议者中还惊现了很多 支持哈马斯的声音 亲巴团体更是在未经校方允许的情况下 直接在校园里搭建了帐篷 所以啊 在一度失控的状态中 纽约警察得到了校方的允许 进入了校园 对这群人进行了抓捕和清唱 所以啊 一切看似呢 都非常正常 也没有什么双标 可是啊 在有群人眼里啊 却把这个事件本末导致 颠倒了是非黑白 而更离谱的是 各大数百名教师 进大规模罢工 以抗议校长让警察进入校园 对亲巴团体进行清场和逮捕 这显然呢 又是颠倒了性质 是前所未闻的 而更加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操作是 一名犹太裔教师 竟然被各大校方取消了教师员工卡 而校方则以保护他的人生安全为由 拒绝他进入校园 对此啊 该教授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声说道 Within our lifetime的前身是纽约巴勒斯坦正义学生会 他的领导人支持哈马斯 甚至呢 在上周在各大的大学非法营地里结婚了 可是呢 这个领导人并没有各大的身份证 但他却可以进入校园 我却不可以 甚至啊 这老师还说到啊 这群人 他们不是支持巴勒斯坦的 他们是支持哈马斯的 而且大家都非常清楚啊 哈马斯呢 根本不在乎巴勒斯坦人 而且这群人呢 烧美国国旗 甚至呢 还认为拉登做了他该做的事 所以他认为呢 这群人 根本就不像纽约时报说的那样是和平示威啊 他认为一个和平示威的组织 不会把肉身董却瑞的海报贴在学校内啊 同时呢 他还赞扬了一个在加沙战争中痛失31位亲人的巴勒斯坦人 他认为这位巴勒斯坦人勇气可嘉 他对自己的同胞不仅同情声援 而且还反对哈马斯 所以呢 这个教授就觉得 美国的激进主义者 如果是真的要为巴勒斯坦人发声的话 那就应该像这位失去亲人的巴勒斯坦人一样 既可以支持巴勒斯坦的民众 也可以反对哈马斯 但绝不是让哈马斯的声音洗脑民众 成为一种主流的正常声音 是的啊 我觉得这位犹太老师呢 说的非常对啊 邪恶和加沙的人民绑定在一起 这也是导致这场悲剧的根本所在 目前呢 抗议啊 更是在哈佛大学 耶鲁大学 纽约大学同时进行 而保守派阵营的德克萨斯州啊 直接就动用国民警卫队 对闹事的德克萨斯大学生啊 进行了清场逮捕 那德州州长给出的理由是啊 反游不等于犯罪 属于言论自由 但是在校园里大建帐篷啊 实属违法 可驱赶和逮捕 那现在呢 这群激进主义者呢 就认为美国警察的做法是在违反言论自由 那么显然呢 他们是在颠倒是非黑白 如今呢 这场抗议运动啊 被中国的抹粉啊 篡改了性质啊 他们认为这是美国人在觉醒 好消息 美国群众开启了觉醒模式 坏消息 觉醒了的全被抓了 今日 美国都所高校爆发反战抗议活动 上百名反战学生被逮捕 美国言论自由的谎言被彻底撕碎 州游行队伍啊 举着毛主席的头像 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街头啊 一场震撼人心 激动人心的红色乱豪正在涌动 一群勇敢的美国人 高举着毛主席和列宁的头像 拉起了社会主义的大旗 向事件宣告他们的信念和追求 毛主席的思想已经超过了国界 影响了全世界 他不只是我们的导师和领袖 还是全世界无产阶级 所有被加坡人民的导师领袖 他的语言 他的思想 他走色的视野 在今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所推闯 美国的共产党呢 其实在被曲解了的言论自由中 在不断的被繁殖壮大 他们呢 在纽约啊 德州费城都有根据地啊 甚至呢 他们也潜伏在各种大学里啊 比如说 这则来自华盛顿共产党组织的贴文 就显示 一个以色列共产党员 在各大演讲声援以色列学生 他附上了视频连接 可视频连接贴文内容却是 作者认为 以色列媒体在恶意渲染 把亲巴学生变成了反优团体 所以我们不难发现 共产党讲话是带有迷惑性的 而且逻辑矛盾 他以一个以色列共产党员的视角声称 他们在声援以色列 但实际上反对的却是以色列 而且这里面穿Seedfire 挺火的这些衬衫的人 其实很多都是美国的共产党员 其实我们已经发现了美国的某群政客 为了获得这群人的支持 他在不断的获取这类人的芳心 甚至让他们成为了这个国家的主流声音和武器 而且大家也不难发现 如今的美国真的竟然出现了很多压榨不公的现象 但是我想我们都非常清楚 这种不公不是来源于美国制度的本身 而是来源于某群政客和硅谷的商人 正在利用法律的漏洞蝉死美国 而且正在朝着共产主义的道路不断的潜行 当然我们知道 如果美国沦陷 世界都将蒙受阴影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非常的清晰 矛头的制造者是谁 要勇敢的站出来发声 不是为自由民主而战 也不是为了反抗魔共而战 而是作为人类 我们有义务和责任 让我们的人类生态圈回归到正常 另外在极端大学生抗议这段期间 中国大使谢峰 竟然前往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 进行统战洗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 Again at a crossroads All countries are in the same boat Amidst the raging torrents We need to pull together Not pull apart China's choice is clear and firm At home, we will focus on achiev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ternationally, we will forge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 world will be better Only when all get better Modernization should not make the rich richer And poor poorer In China and globally alike No country should be left behind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 modernization 听着像人话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试问谢峰大使 所有人都好 你问问自己可能实现吗 你们共产党今天说这个好 他就好 明天说那个不好 他就不好 所以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那都是你们自己说的 所以听着这些谎言 我除了愤怒 没有一丝感动 就和现场抗议的学生 是一样的感受 我们看 就在大使演讲的时候 现场抵抗中共学生联盟主席 也是一位台裔美国人 他对谢峰一顿严厉的指控 他说 谢峰 你在这宣传中国繁荣的假象 但是你的双手沾满了鲜血 你剥夺香港人的自由 摧毁其民主 现在你又开始对我的国家台湾下手 随后该同学就被一位穿西装革履的年轻人给带走了 谢峰刚准备演讲 自由西藏学生联盟的主席 随后也高举横幅 力声的指控道 中国是骗子 谢峰无耻 该同学也被校警带走 谢峰一言不发的站在那里 随后他刚刚恢复演讲 第三名抗议者又高声喊道 自由西藏 谢峰怎么有脸在这 中国公然侵犯世界上所有人的权利 你代表着支持种族 你不配来这里 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度 你不能把跨国压迫 带到这片土地上 那该同学也是被校警给带走了 那这样的真实的内容 在国内是看不到的 却只能看到谢峰被剪辑的片段 所以这也再次证明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属于谎言 共产党员是最可耻的称号 事实上 视频中把台裔女生 强制脱离会场的这位年轻人 不断追问她们的姓名 并且一路尾随 这使得这群抗议的学生 感到非常的恐惧 但是他们也不后悔这样去做 那随后网友 就对穿着西装革里的年轻人进行了开河 那该学生实际是一名中国留学生 他的父母都是中国高官 爸爸是海南省山亚市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 妈妈则是中组部的干部 所以视频被曝光后 中国人人权问责资料库就发声称 将搜索该学生有没有潜在的犯罪行为 如果有的话就会递交给FBI 事实上这位魔粉根本没有请人离开的权利 尤其是对一位女性的身体碰触 包括违法驱逐 甚至无视美国法律 对美国人行使魔供的非法行为 这不仅是跨国压迫 更是无法无天的跨国犯罪 打心底里讲 这位魔粉是个为魔供马首是瞻的人物 当然我收集了更多的视频 大家看这些身影都可能是这位同学 虽然视频中的这个人和图片有那么一丁点的不同 但是他的文化背景 还有他身上的那种气息 这都可以证明视频中的这些人 就是这个魔粉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 实际上这位魔粉的态度还是可以的 是个听话工作积极的人 这一点让我看到了 我曾经接触过的那些高官的年轻跟班 一模一样的姿态 那我以前就和大家分享过一张图片 那今日我是狗 他日人前走 丑得好不好 就看狗不狗 那么说到这儿 我们也要思考一下 美国名校为什么能允许这类人 在美国校园出现 并且传播他们的思考 这是世界必须要看清和意识到的事实 其实不难发现 邪恶组织正在美国全面复生 实际上前不久 纽约街头就出现了共产党的游行 其实这些极端分子的组织 本身来讲就是要把他们取缔的 就像蛤蟆斯 没有人说蛤蟆斯的言论是正常的 是符合世界的价值观的 可是这群人却被奇迹般的壮大了 这就是美国当下发生的真实写照 是谁让他们复苏的 怎么复苏的 这个我们也必须要清楚的知道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的朋友 就一定不要忘了订阅点赞转发评论 我们下个视频见